哈嘍 大家好 我是文文 今天呢 来给大家讲一下双针的一些起针方法 以及抽线吧 现在呢 先来抽一下线 抽四根 就这样子拿着抽就可以了 就不要捏太紧 左手这边 然后直接去抽 抽好时候呢 把那个线 这四根给捋一下 两边拉一拉 然后开始起针 双针呢 顾名思义就是要两根针嘛 那先来两头起一下针 另一头呢 也起一下 就这样子 就起针完成 然后呢 这些边边都给留一些线就可以了 这种针法呢 比较适合一些大范围一点的 一般这一根左右就可以弄两到三排左右吧 三四排左右吧 然后找准那个地方 就直接这样子 双针的起针方法就是特别简单的 这样子就起针完成了 就可以直接按照之前的方法去绣就可以了 像这时候呢 下面有个几个 我一般会把它给一起绣了 像我拿 拿的绣布呢 是这样子拿着的 然后手 我的这个石子 是在里面顶着我要绣的地方的 就是等于是辅助它更好绣一点 然后现在呢 就直接往回绣就可以了 趁明镜呢 就这样子把线给捋一捋 给它捋顺一点就可以了 然后就换另一根 然后就换另一根 开始绣 就跟刚刚刚的方法一样 像现在呢 就要没了嘛 就提前 这一根就不要挑了 这最后一根 从这一根的中间插进来 直接再起两根就可以了 去收 双针绣呢 就是不用去下 不用上条 但我现在这里还剩一点的话 那我这一格就是要上条的 然后收针呢 就跟刚刚一样熟就可以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咯 拜拜